批哥斯看懂王征亮 林一伦的惺惺相惜 抱团取暖 才明白杜海涛的笑有多讽刺 披荆斩截二公结束了 结果和网上爆料的一样 哥哥队大获全胜 弟弟队排名靠后的王一哲 熊子齐被淘汰 尽管做了心理准备 可是看到结果的那一刹那 还是会觉得有些无措 甚至愤恨 毕竟那个更应该被淘汰的人还在 看了这一期节目 很难有人不讨厌杜海涛 至于那些原本就讨厌他的人 比如我 对他的厌烦又上升了一个新高度 怎么会有这么油腻 却又迷之自信的人呢 作为跨界选手 一不会唱 二不会跳 就连他引以为傲的rap 也不过是东施笑评 图添笑料 偏偏 他还就自信心爆棚 没那个本事却开始以老迈了 端起架子交地 你们怎么改革 早安写好的raps真诚坦率又有力量 队友们一致通过 就连原唱梁博也被打动 才给了他们灵魂歌手的改编权 可杜海涛不满意 他让早安改词 早安的个性是个和平主义者 害怕冲突 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不想改 一旦改了所有的情绪就不连贯了 可你说破嘴皮都没用 杜海涛想改你就得改 早安哭作了一晚上 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词 既痛苦又挣扎 杜海涛倒是先下手为强 倒打一怕 指责早安怎么一晚上五句话都写不出来 你看不讲道理的人总是会找到机会抢词夺理 他不体谅你的辛苦 反而指责你不够努力 像不像让你临时加班的老板 不给加班费 还得把他说你效率低 这点小活 换别人早干完了 你怎么这么没用 最后 杜海涛拿出了自己写的rap词 您老人家想要改编冠名直说呀 犯得着这么折磨人吗 只是 把两板词进行对比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早安写的真诚又有力量 杜海涛写的是个啥 矫情做作 幼儿园小朋友都比他强 好不容易改词事件告一段落 杜海涛又出了新的幺蛾子 一月总监看了他们队伍的彩排 建议再加一个钢琴 开头宁环与弹琴 最后熊子琦弹琴 既有呼应 也可以给熊子琦表现的机会 话还没说完 杜海涛就差了一嘴 我也会弹一点点 怎么说呢 他弹钢琴的技术肯定比不上熊子琦 充其量上过几堂钢琴课 能坐在钢琴前装装样子 杜海涛知道自己弹钢琴的技术不行 于是令PC净开始上架值 一来自己干这个事而观众想不到 二来他弹琴就像是平凡人也有大梦想 一来二去 大家竟然真的同意了 就这样 杜海涛抢走的原本属于熊子琦的弹钢琴部分 从最后的个人喜爱度可以知道 熊子琦49 宁环于50 杜海涛58 他们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如果杜海涛没有自私抢走熊子琦的高光时刻 或许他会多的几票 然后顺利的留下了 只可惜 没有如果 抢到钢琴部分还不够 杜海涛还要抢早安的rap 早安好不容易硬起心肠 说rap最好一个人唱 这样情绪更连贯 观众的听感也会更好 可惜 他低估了杜海涛的厚脸皮 只见杜海涛小眼一瞇 故作为难的说 他就想多做点啥 就想wappy小夏 不懂得拒绝的早安又一次被拿捏 把rap分了一部分给杜海涛 彩排惨不忍睹 导演一语中地 你们感动了自己 却没有感动观众 于是 一通大改 早安删掉了最开始杜海涛写的词 钢琴部分也坚持一个人唱完 最后的钢琴部分也删了 杜海涛一听 不乐意了 这删的全是杜海涛的高光呀 为了让大家听懂我们在做啥 就把我们想了这么久的东西全都剪掉 我们要这么做吗 还好 这次早安够硬起 坚持删掉了多余的内容 只是 或许是为了补偿杜海涛 把很多唱段都分给了他 宁环与一个vocal成了钢琴背景板 杜海涛一个主持人摇身一变成了主唱 他要是唱得好也就算了 天偏一塌糊涂 走音换气 问题一大堆 刚开始 好不容易团队和唱把观众带入情景 杜海涛一开口完全碎掉了 不出意外 他们这组拿到了836火力值 整场公演倒数第一 看到成绩的时候 队长的表情已经很不好了 他有预感 自己队伍里有人会淘汰 一共10个安全名额 他们队伍只有早安一个安全 其余三个全都危险 正当弟弟们猜测早安队伍里 谁会被淘汰的时候 傅欣伯无意间说了一句不可能是杜海涛 是的 不可能是杜海涛 弟弟们心知肚明 杜海涛心里也清楚 所以当早安德之队里除自己以外三个人都危险的时候 他一脸焦虑 宁环与熊子齐都赶紧安慰早安 只有杜海涛坐在一旁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他比谁都清楚 淘汰谁都淘汰不了他 队友们焦急地走进小房间 拿起提示卡 杜海涛则闲停信步 姗姗来迟 熊子齐被淘汰 刚刚还在说不许煽情的宁环与转过头就哭成为人 早安更是一脸的愧疚 他不断给熊子齐道歉 说对不起 可最该道歉的那个人 搞砸了舞台的那个人 却像个媒世人一样 跟在一旁看戏 这个画面很熟悉 当初一公淘汰的时候 杜海涛也是那的最好的旁观者 大家还记得第一次公演吗 滴滴队以三个火力指险上 哥哥队的向左 李泽峰 沈震轩淘汰 王正亮因为没有保护好队友而抱头痛哭 李克勤也难得的失了眼眶 林一轮更是因为铁衣拿了倒数而自责不已 至于杜海涛 稳稳站在人群里 做一个不动声色的旁观者 没有半分愧疚 二公重组 莫名其妙的 杜海涛成为了强将当中的一员 被置换到地理队 他何德何能和雅 傅心博相提并论 成为地理队争抢的对象 这背后不过是安排好的剧本罢了 我知道 综艺会有剧本 我也知道 作为芒果台的亲儿子 杜海涛一定不会这么早淘汰出局 让我气愤的是他的虚伪冷漠 是他的无动于衷 一公铁意 杜海涛不敢在林一伦面前作妖 但仍然是拖后腿的那一个 眼看着李泽锋淘汰 王征亮痛哭 林一伦也难受的不行 可杜海涛呢 他在为自己的进阶而沾沾自喜 二公重组的时候 有两个画面让人印象深刻 一个是林一伦坐在角落 没有人要他 最后王征亮拿着四条方巾 走到他的面前 王征亮告诉林一伦 他给自己做了很好的表率 所以自己也会想像他一样 成为弟弟们的哥哥 守护他们 我们今天两个人都是内心有点受伤 能够互相慰藉一下 他们觉得我是哥 我觉得你是哥 因为你给我做了个好的代表 所以我想成为他们的哥 有几个瞬间 他们谁都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望着对方 最后 两个大老爷们情不自禁拥抱了彼此 从对方身上获取力量 节目是连续录制的 一公刚淘汰完就开始二公选人 林一伦还先在自责的情绪里出不来 王征亮也还在为队友李泽锋的离开而难过 他们懂得彼此的伤 选择相互慰藉 抱团取暖 另一边的杜海涛却和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哥哥对刚刚淘汰 他没有半点悲伤 掉转头就投入到被弟弟们争抢的快感里 他迫不及待换上白色的对付 笑音音拿过有掌镜 早安手里的方巾 然后站在舞台上骄傲地宣布 他选择加入早安队伍 他要让观众重新认识杜海涛 王征亮林一伦是惺惺相惜 抱团取暖 杜海涛却迫不及待享受仙花和掌声 开始唱高调 到了二公淘汰 他也依然如此 早安宁环与雄子齐相互安慰 抱成一团 他却冷眼旁观 维持着自己的高傲和自信 看懂了王征亮林一伦的沉默 看懂了早安宁环与的欲言又止 就会明白杜海涛的笑有多讽刺 他就像那的手握剧本的黄太子 知道所有的剧情走向 然后冷眼看着所有人的结局 至于那些真情实感的哥哥 弟弟 在他眼里不过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人 他们拼尽全力打怪 他在后面沾沾自喜 他们是来杜劫的 而他是来杜金的 我订阻他在关注 他在关注 玩丽 我论